国家统计局 大家好 从产地到市场 价格相差一百费 谁在推高大红袍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一个物以稀为贵 那平时是非常少的那种 各路资金竟将爆炒 胜负过后 难掩萧条 有家国市他们卖不了多少 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股市动荡 楼市调控 于是许多投资者一时之间失去了方向 但是与此同时 一些新的投资品种 却在这场危机当中不断的出现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会用三天的时间 对大红袍 翡翠 以及进口红酒进行调查 看看这些被各路资金追逐的 投资品种的背后 上演了怎样的故事 我们今天要关注的 第一个投资品种 就隐藏在一场大型的表演里面 我们先去看看 2010年3月29日 有张艺谋指导的第五部印象系列作品 印象大红袍 在福建武夷山正式公演 截至正式公演前 17万张预售票已经全部售完 一张有张艺谋等三位导演亲笔签名的 印象大红袍公演纪念金票 甚至拍出了人民币416万元的天价 伴随着印象大红袍正式公演的这股热潮 产自武夷山的名茶 大红袍一时间名声雀起 在厦门街头 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茶叶店 几乎每家茶店都把标有大红袍字样的招牌 挂在店外最醒目的地方 大红袍专家 天袍尊隐 印象大红袍 大红袍会所 一个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招牌 无一不再标明自己正宗的身份 我们走进了一家名为大红袍专家的茶叶店 这个店是什么时间 是五月 今年五月二号开的 这个是多少天 这种是一千二一斤的 这款是八千的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的大红袍 主要定位于高端客户 因而价格也是高端的价格 我们还在做一款十万的 十万吧 对十万一斤的 十万的 是有限量版的那种 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VIP客户才可以订购的 这些动辄几千甚至上万一斤的大红袍 销路究竟如何呢 销售人员并没有回答记者的疑问 为了进一步了解大红袍市场的真实状况 记者跟随厦门市茶叶协会的工作人员做了一次调查 在一家经营大红袍的茶行 老板告诉我们 自己的店面是今年四月份才开张的 光装修就花了近二百万 但几个月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这位店主坦承自己以前从未接触过茶叶这一行 因为听说今年大红袍的价格看涨 也希望能赶上这一波行情赚上一笔 但他没有料到有着同样想法的人大有人赞 你看我们这条街这么一条 只有一百多公斤 你看多多家茶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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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随后的走访中记者发现 大部分厦门茶叶店里的大红袍价格都在千元以上 但进店里看茶买茶的顾客却是寥寥无几 有价格是他们卖不出去 卖不了多少 王贵清厦门茶叶协会会长 同时也是老字号的大红袍加工贸易商 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成立于1954年的夏茶公司 多年来一直占据着70%以上的大红袍市场份额 王贵清告诉记者 目前厦门大红袍市场有价无事的状况 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尽管目前大红袍市场上看上去相当火爆 但王贵清告诉我们 其实2009年以前很少有人真正了解 包括大红袍在内的五一严茶 而受金融危机影响 五一严茶产区甚至出现过茶浓砍掉茶树改种板栗的情况 当时在厦门经营大红袍的茶叶店也不过两三家 但在2009年这种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 就从去年五六月份以后就大红袍店一下开起来 特别是从六月份以后一部分油脂进去 一部分油脂进去 他们一个是不懂茶 他们跟炒房地产那个炒就办法 去了以后不管好换 买了后就是包装弄个大礼盒 弄个习惯 弄个名字响啪啪的 什么黄冠大红袍 什么圈石大红袍 这些都把这个价格就炒上去了 厦门市茶叶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5月至今 短短一年多时间内 厦门市新开张的大红袍加盟店和专卖店的数量达到了500多家 采访中王贵清告诉我们 不仅在厦门 在广东 山东 北京等地 大型茶叶市场 大红袍专卖店也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出现 满地都是大红袍专卖店 可是王贵清却告诉我们说 真正的大红袍很少 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还要从大红袍的来历说起 传说明代的时候 有一位上京赶考的书生路过武夷山 不幸中暑昏厥 附近寺庙里的和尚 用六棵茶树上采摘的茶叶当药 把这位书生救火了 后来呢 书生高中状元回来致谢的时候 问明了茶叶的出处 亲自脱下状元红袍 披裹在茶树上以示谢恩 从此 这六棵茶树所产的茶叶就被称为大红袍 值得庆幸的是 武夷山中的六棵大红袍母树 一直存活至今 上那儿是不是就能够找到真正的大红袍呢 我们的记者又来到了武夷山 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武夷山核心景区的一个叫九龙科的地方 我们见到了传说中 那六棵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大红袍母树 为了保护这六棵母树 2005年武夷山市政府在进行最后一次采摘之后 对这六棵母树进行了封存保护 而目前在武夷山区种植的大红袍 都是用这六棵母树的枝条进行千叉的方式 繁语出的茶苗 并逐渐推广开的 在大红袍母树的旁边 有一个供游客休息的茶室 这里陈列着武夷山市政府推荐的正宗大红袍产品 像这些呢 就是说这个是两张 两百六棵 差不多五百多块钱 对 所以它的价格有高中低档 它都有 最低的价格 最低的价格 像这款的它的产业才三十 一两三十 它一斤等于合计就是三百 三百块钱 记者发现 武夷山核心景区的大红袍价格 最贵的不过美金一千两百元 更多的则是美金三五百元之间 那么在厦门市场上 那些大红袍的价格 为什么那么高呢 因为泡沙茶炒完了 很多那些炒家也想炒大红袍 奔的这个茶奔的 叫我们专业的一看 这个五六十块一两百块 那他们不懂吗 五百块一千块他也敢开 开来后他弄个大包装 弄一下 给你表一万块钱一斤 两万块钱一斤 八千 这样乱弄 在武夷山 我们见到了一个在当地 小有名气的茶商 吴宗燕 作为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一盐茶大红袍 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吴宗燕家 从祖父那一辈起 就在制作五一盐茶 对于今年 大红袍价格的暴涨 做了二十多年茶叶的 吴宗燕 也感觉有些吃惊 没想到 一直慢慢 就是说一直 过一天 一个假 过一天 一个假 这样的 吴宗燕告诉记者 五一盐茶 一般在每年五月份开采 茶青在采摘之后 要经过摇青 发酵 备活等等 反复多道工序 制成毛茶 而毛茶的质量 则是决定精制茶 质量价格的关键因素 吴宗燕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五斤茶青 才能制成一斤毛茶 也就是说 一斤普通的大红袍 需要十斤以上的茶青 才能做出来 而在今年春季 原来只卖几块钱 一斤的茶青 最高峰时 竟然被炒到了几十 甚至上百元一斤 陆陆续续 有很多人去收购 做房地产的 有做旅游的 旅游开发的 有的是做别的 反正他手头有点钱 他都去买点茶 原来没做茶的也做 整个五一山都在做茶 在五一山我们看到 大大小小的茶店和茶厂 遍地开花 一家挨着一家 当地人告诉我们 以前五一山全市 只有二百多家茶厂 但到今年 这个数字 已经超过了一千五百家 我们的感觉是 这种这种现象 不可能持续的 如果持续下去 那价钱很高了 你随和得起这个茶 吴宗燕的担忧 很快变成了现实 由于盐茶价格 过快上涨 很多茶厂 不敢轻易出手 进行收购 收不下去 价格实在高 我们不敢急着 马上就下手 我们也是一个观望阶段 看它是不是会 价格会下来 在五一山 我们还结识了一位 经营大红袍 不到一年的茶商 小林 一直从事饭店经营的 小林 今年年初 与两个朋友合伙 共投入一百万元资金 开始从事 大红袍的收购和批发 然而由于根本不懂茶 又不了解晚年的行情 五月份春茶上市后的 第一次收购 就让小林他们吃了亏 五十多万元 高价收购的 一千五百斤大红袍 一直到八月份 也没卖出去 请都不好笑 全部停滞在那里 在五一山 像小林这样 引收购了高价原料茶 最终被泡住 几十万上百万资金的人 并不在少数 而在大红袍的 另一个市场 厦门 厦门市茶叶协会秘书长 高级平茶师 陈志雄告诉我们 目前像这种卖茶 却不懂茶的人 在厦门的大红袍市场上 比比皆是 随着越来越多的吵架 进入大红袍市场 在推高原料价格的同时 一次充好的情况 也开始出现 在厦门茶叶进出口公司的评审室 我们见到了采购部的经理 陈美甘 作为公司原料茶进口把关的第一责任人 让陈美甘没有想到的是 在今年的收购过程中 他竟然发现了不少山寨版的大红袍 陈美甘告诉我们 目前市场上仿冒的大红袍主要有两种手法 一种是以五一盐茶周边产区的水仙等品牌 冒充大红袍 那种手法是用完全不同类的闽南茶作为原料 仿制大红袍 陈美甘坦言要用肉眼来分辨大红袍的真伪 如果没有十几年的严查专业功底 像记者这样的普通消费者是很难区分的 在目前厦门市场上山寨大红袍的数量 究竟有多少 我们无法估计 而厦门茶叶协会会长王贵清 却深刻感受到了他的危害 假的都是假大红袍 遍地充斥市场 本来不是大红袍 也做成大红袍 那些不懂 那些外行的他也不懂的 我现在是最怕的是 就是把这个产业给毁掉 你懂吗 经过记者的这番调查 我们对目前大红袍市场究竟有多混乱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更让专业人士感到痛心的是 就当大红袍的价格被各路油资爆炒的同时 正版的大红袍却屡屡遭遇到盗版大红袍的阻击 这不仅仅是带来了商业利益上的损失 最终还会伤及大红袍这块金字招牌 给产业发展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爆炒毁掉一个茶叶品种的声誉 在这方面并不缺少惨痛的教训 一分钟的广告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福建五银山产的大红袍 无疑是今年最火热的一个茶叶品种 一斤的市价动辄成千上万元 就连原料的价格都比往年是暴涨了十倍 而面对从未有过的火爆行情 厦门市茶叶协会会长王贵清却是忧心忡忡 他最担心的是 今年的大红袍会不会重蹈两年前普洱茶的覆辙 2003年起 产自云南的普洱茶价格开始一路走高 短短几年时间里 价格疯涨了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 而普洱茶价格一路飙升的幕后推手 则是金融资本的介入 经销商在资本的操控下 通过向普洱茶的生产厂家交纳押金 来取得市场上对某种产品的垄断地位 而这种押金的数目也大得惊人 在取得了某种规格的经销权以后 经销商就开始放货 而经销商回收的价格 则比卖出时的价格要高出许多 通过控制卖出的数量造成市场缺货的假象 叫做五盘 然后经销商通过高价回收的手段 抬高自己经销品种的价格 这样经销商就完全掌控了市场上普洱茶的价格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 以市场上一键30公斤出厂价为4800元的普洱茶为例 一级经销商用重金取得经销权以后 在市场上只放出20%的量 造成这种产品紧缺的气氛 然后又以高价进行回收 以抬高其价格 然后再将其全部抛出 经过二级三级经销商不断的重复炒作 最后将价格抬到了两万三千元 而这时在两万三千元高位接手的许多散户 则被牢牢的套出 真正消费者买的不多 真正喝掉的普洱茶不多 现在生存的普洱 现在在市场上的普洱茶 再喝二十年都喝不完 2007年下半年起 普洱茶价格掉头下挫 到2008年下半年 普洱茶毛茶从每吨六万多元 猛跌至每吨一万多元 半数以上的普洱茶生产企业停产 众多茶叶经销商退出经营 而普洱茶价格暴跌之后 最大的受害群体 就是云南省的数十万茶农 原来的茶清高的时候 卖到几十块钱一斤 现在茶清几毛钱一斤了 它比草都便宜 所以现在茶农现在更惨了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 这个刺激也非常大的 种种迹象表明 前两年的普洱茶炒作现象 似乎正在大红袍市场上 重新上演 为了防止大红袍 重蹈普洱茶崩盘的负责 2010年5月起 厦门市茶叶协会 先后通过福建广东等地的十余家媒体发出呼吁 提醒茶商要理性经营 消费者要理性购买 与此同时 面对产区收购价狂涨的状况 下茶 玉上明等一批大型茶叶企业 坚持平价抛售库存大红袍 确保终端市场的价格稳定 我们认为这种应该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不可能长期的 大红袍的价格基本上稳定在这个水平 然后根据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或大红袍工艺的改革 逐步提升它的价格 消费者能接受有这个价值 过程价值 然后就是逐步可持续发展 今年异常红火的大红袍市场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隐患 我想从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端倪 几年前普尔茶暴涨暴跌 直至崩盘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 皇朝并不能够给一个产业 带来真正的繁荣 尽管热钱可以控制上游的茶园 可以控制生产企业 甚至能够掌控销售链条 制造旺销的假象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 茶叶终究是要拿来喝的 它是一种大众饮料而已 只要消费者回归理性 爆炒之后的价格回归 是逃不掉的宿命 业内人士告诉我们说 国内的茶叶消费量 正常的情况之下 每年也就是增长15%到20% 而茶叶的价格增长 每年也不会超过8% 如果投资者真正了解这些信息 真正尊重市场的价值规律 就不会掉进炒作的陷阱 成为替炒家接棒的冤大头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您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 百度贴吧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也可以发到栏目的QQ8308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